上一话我们说到 牛的领袖正是爆破了儿子布鲁 牛还有很多神秘的改造人 我是义 一拳超人原作版本的内容 我们继续说 在不知名的街道上 一名怪人出现了 灾害等级虎 鳄鱼 A级英雄大哲学家赶到 硕大的肌肉搭配一本哲学书 停下你这个怪人 鳄鱼怪人二话不说 直接一大口咬了过去 睿智之盾 大哲学家把自己手中的书籍 哲学全书挡住了鳄鱼的攻击 紧接着鳄鱼死亡翻滚 哲学必绑 真理冲撞 直接撞飞了鳄鱼怪人 但是在大哲学家的背后 出现了数个鳄鱼怪人 大哲学家很是慌张 这个时候英雄协会的曾源 不断地赶过去 就在这附近吧 据说是一群狂暴的怪人 不知道大哲学家 一个人能不能顶得住 曾源到了以后 发现一群穿搭科技服的人群 正在跟鳄鱼怪人战斗 这些人好像并不是英雄 但是他们跟怪人打斗 丝毫不若下风 甚至几下就把那些鳄鱼怪人打败了 什么 这群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打败了那些怪人 大哲学家 你怎么样了 此时的大哲学家 已经被打飞到了墙壁上 已经受了很重的伤势 大哲学家说着 没想到我会被我的人民所救 虽然他们的动作好像是外行 但是他们的力量 速度 耐久力都在我之上 大哲学家在A级中也算肉薄派 这些人比大哲学家还要强大吗 人数还这么多 那些打败虎鸡鳄鱼的金团 很显然就是Niu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出道战吗 没想到这么轻松 我虽然手臂被咬了 但是一点都没有受伤 英雄协会的英雄冷汗直冒 那套装备究竟是什么 看上去不像是警察 你们看 我们跳槽到Niu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继续当英雄协会的C级英雄 一点意思都没有 帅哥偶像团体 碳酸男孩 说不定我们能一股作气 干掉甜心假面 那个混蛋还给公司增加负担 下次出现 我绝对要奏飞他 正当电视台过来采访 你们是哪个部门 是自卫队吗 这个时候又一只巨大的怪人出现 Niu的一员大叫着 不好了 大家伙出现了 拜托你了干部 随着群众的高呼 维比加沙闪亮登场 摄像机准备就位了吗 大家好 我是维比加沙 各位粉丝 有在看吗 度过了暂停活动的时期 我已经重生了 从今年开始 我将是同时进行英雄活动 Niu的偶像哦 今天我会更加的活跃 还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牛Heroes 维比加沙还对着摄像机 抛了个魅眼 维比加沙转身去迎击怪人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忘记宣传自己的新歌了 算了 下次吧 维比闪电 只见维比加沙 双手摆出了一个爱心一样的姿势 从爱心中发出了一道闪电 直接贯穿了巨大的恶意怪人 连伤口都是爱心 无论是英雄协会的英雄 还是Niu穿着战斗服的人员 都被维比加沙的攻击力吓到了 那个战斗服跟我们差太多了吧 那个姑娘好像是做了各种改造手术的强化人类 原先仅仅是个普通的偶像 但是因为嫉妒甜心假面超高的人气 她签署了无数个人体实验契约之类的 从而获得了战斗力 成为Niu的干部 不仅仅是改造人化 甚至投入大量的新型药物 以及通过危险的脑部手术 觉醒超能力等等实验 她运动的时候体温会上升到70度 所以她一直大量喝水来降温 镜头前的那份笑容对她来说是相当艰难的 为了获得人气不惜削减自己的寿命 无法理解简直是太疯狂了 画面来到了雷电 雷电手掌一拍 数位怪人直接被拍死 你是职业英雄吗 还好我们及时赶到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雷电带领的小弟正在飞狂的吹捧雷电 不愧是Niu的干部雷电先生 不穿战斗服直接把怪人打得粉碎 大家也都非常的优秀 在我看来软弱无力的普通人 只要穿上了战斗服 就能瞬间成为比普通超力士更强的斗士 但是借助没有血汗的科学兵器 为麻痹人类原本具备的野性本能 目前来说我应该还是不需要 好了把剩下的怪人收拾掉吧 英雄协会的英雄已经伤痕累累 看着面前的Niu 那群家伙好强大 虽然有着装备跟团体制度的优势 但是率领他们的雷电 真的非常适合做队长 我也不由得想要追随他们 电视正在播报着 今天各地都发出怪人灾害警报 虽然部分地区出现了凶恶的高等级怪人 但是也有陆续传来怪人被消灭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连线现场的记者曹夸张 来了解一下情况 好的感谢主播 我是曹夸张 我现在在现场 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面对突然出现的怪人集团 在现场的C级英雄们被轻易打败 眼看着怪人的力爪就要升向普通民众的时候 谁能想到出现的不是英雄协会 而是刚刚设立的新英雄团体 New Heroes 随之而来的是进入了一段广告 新时代与我们New Heroes携手并进 网络杂志New Heroes创刊号正在免费公开中 还可以获得免费的优惠圈哦 New的英雄大火焰 不得不说New的炒作手法是相当的厉害 不仅仅是消灭怪人 而是要让民众看见消灭怪人的过程 这种营销手法要不了几天 New的人气肯定会大涨吧 我是宇宇 地球人超人员做版本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